我覺得那個 已經先預告了 喔真的喔 對 哇我們好厲害喔 直接大拆重 我沒有說喔 我真的沒有RA過喔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 殷妮兒再讓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貝克小姐 嗨 大家好 我是貝克小姐 我是小青 我是秉恩 嗯 那我想先問你們說 你們這個貝克小姐是 你取的嗎 還是 算嗎 算 呃 算是有共識 對對對 就一起討論 怎麼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想像過很多名字 但都覺得好像沒有很好 然後那時候就是貝克小姐是我們覺得 嗯 以我們想要的音樂的方向 就是我們想要我們的音樂是什麼樣子而取的 對 所以你覺得是什麼樣子 就是 希望他可以像大家傳染感冒一樣 就是我傳染給你你傳染給他 他是傳染給他 然後我們的聲音或我們想要表達的事情 也許就可以透過這樣子 小小的散發出去這樣子 所以就是用細菌感染這個 異象 就是Bacterium的前面音節這樣 所以其實是英文轉換過來的 呃對 對 就直翻 然後就 後來就是取了之後就發現每一次都被問了 對 其實應該是反應都會被問到的 對對對 一路以來一定都會被問 然後還有問就是為什麼是小姐 但其實小姐就是因為那時候覺得 貝克後面不知道接什麼 然後小姐好像蠻順的 就這樣 那先生怎麼辦 後來就很痛很困擾 後來我想到我們應該要來解釋小姐 把他給他一個意思 就不會每次都說我們是那一個 但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想啊 感覺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意思 所以還沒想出來 對對對 那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是同一個年齡層嗎 對 那我們同一屆的 是呃 之前高中的 就是我們是 都是陶輪的 然後我們都是 對 吉他社 所以那時候就是有認識 然後到大學的 我們大專院校比賽有遇到 然後遇到之後才決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會一起比賽 然後比完賽之後就一起組團這樣 而且你們也很年輕耶 對啊 才剛畢業還在學嗎 不太了 剛畢業 我們剛畢業嗎 我們已經畢業 大概一兩年 一年 對一年 差不多 那所以現在是有另外一份工作 還是說就是以 算是全職音樂人的角度 有很多份工作 對 也有很多工作 那怎麼做平衡呢 就是假如說像在 因為那時候在桃園嘛 然後那時候是 就是課業間和音樂是怎麼做平衡 然後到出社會之後 又是怎麼做平衡 課業 因為我們那時候組團的時候 其實課業相對已經比較輕的時候 對 對對對 所以 就滿好平衡的 在學業的部分 還有在學校的時候 啊後來出社會 你是怎麼平衡的 就是 因為我現在目前是有正職工作 就是 夜休八天 因為我們比較好是排休 所以就把 有表演的日子拿去排休這樣 哇就等於 幾乎是全年無休了啦 前陣子是前陣子真的是 可能一個月休一天這樣 然後那時候這真的有點崩潰 對 但現在比較好 因為現在我們這幾個月的時候 是表演比較少 那就是也比較多時間可以休息 對 沒有要準備作品啦 對 那就是會比 就是全年無休的狀態來好 好一點 對 那那時候你好像是學 行銷的嗎 嗯對 那還蠻酷的 因為其實學行 就是在 主樂團這個行銷 其實是 蠻重要的一部分 那有什麼 對就是對你有什麼幫助 然後在樂團的運用上 就是 怎麼發揮一下 嗯 因為我們那時候學 就是我們學行銷 它有很多種 課可以選 可是我覺得相對來講 會對於像是 寫完案 或是 挑製圖等等 都會有一些幫助 因為像之前 上課的時候 也會因為可能作業的需要 自己去學一些 就是 會圖軟體等等 對就是對 後面像我們之前 自己在做一些 海報等等的時候 都蠻有幫助的 我們來談談那個 創作靈感好了 嗯 就是你們的創作靈感是 從 生活嗎 嗯 算是 就是從 生活 嗯 生活舉動 發生的事情 或是想要討論的事 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故事想要分享的 就是要構成 欸什麼 寫這首歌吧 我們應該比較像是 最近啦 比較像是會從 可能社會上發生什麼事 會變成我們的靈感這樣子 然後再來去寫歌 對比較有影響 啊 畢竟發生很多事 最近最近 對 所以寫了不少歌 嗯 所以未來有機會聽到 有啊有啊 嗯 在 應該在這支影片發布的左右 前後就聽到 對 現在正正在錄 對 現在正在錄 可能七月底八月會發明 吵架 會吵架 還以為什麼好吵 還好 就是 長這麼大 不需要 應該都是可以溝通的啦 對對對 不管是誰 我跟妳也是 嗯 對 什麼東西 怎麼出來 夢出這個 對 然後我想問一下說 就是你們未來目標 有沒有想要達成的 我覺得這陣子 最想做的事就是 好好寫歌 因為我們想要在明年的時候 如果順利的話可以發專輯 對 哦 順利的話 順利的話 然後就是最近有在討論一些方向 然後 可能要準備 會一千 歌這樣子 我還想做 對 所以明年搞不好有機會聽到你們作品 然後還有專場 然後還有MV 對 對 MV應該會比較早 你好像 嗯 最近有在拍一支歌 嗯 最近 我們現在 可以講現在是幾月嗎 可以 現在是幾月 六月 現在是六月底 快七月了 我們可能七月會發一個MV 然後八月發一個單曲這樣 然後 明年就會有 就是中間就是希望可以陸陸續續的發一些作品 然後籌備明年專輯這樣 就是今年最大的挑戰 所以假設像 下個月的單曲 或者MV這些人會收納在明年的中集 不一定 不 不一定 看狀況 對 耶 好未知哦 好未知哦 什麼都 什麼都看看 對 那你們平常都聽什麼音樂啊 因為昨天剛好進去講 結束 然後有沒有什麼 覺得很新鮮的想要分享的歌單啊 我平常應該是什麼都聽 對 各類 對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也會聽善靈 真的假的 他們今天昨天才對講啊 對 未來講到 對 他們今天好像才對講 對 最佳樂團 這樣 對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 就是特別喜歡的 今年的金曲獎 可以討論一下 哦 金曲獎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Yellow很厲害 已經先預告了 我們下一隻就要上到訪Yellow 哦真的哦 對 哇 我們好厲害哦 直接大拆重 我沒有說 我真的沒有忍過 我覺得直接玩 讓我下一個歡迎 不是 目前是想到這個 而且還同樣的地方 哦真的哦 然後他們跟我坐在同一個位置 對 對 那要不要 最後要不要表演一下歌曲 有沒有帶來一些歌曲 好 好啊 嗯 要不要介紹一下 好 那今天表演這首歌叫做 黑凜晨三點還是你這對人 然後表演一小段 一小段 一小段 那我們就歡迎貝克小姐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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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你需要爱在你身上 你再遵就更不确 这次你围绕自己心中 你从前都也爱不过 希望给你生事关闭 不要害怕 没有我将分开 你少很聚焦 人生就这么多次要 就算我还是这样 怎样的话为你讲话 不必要与不必满方 相信自己的季后 要终于爱的地方 好,那這一題呢就是要問一下說 就是有粉絲要想要提問嘛 就來抓幾個粉絲問的問題 然後來回答 好,我問之前有在IG上面問的 現在就來挑 好,欸我自己講齁,對嗎 他說最近有新作品要推出嗎 有 這支影片發布的時候就有了 對 然後接下來有人說有機會可以拿吉他給你們簽嗎 有 拿來 然後 還蠻多問什麼時候還有演出 也不會太久 也不會 你好迂迴 對 也不會太久 好 然後 很多耶,成團幾年了 兩 兩年 兩年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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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 突然覺得好久 會不會有想寫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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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有想寫歌 但腦袋很空很無助的感覺 嗯 那表示你還沒那麼想寫歌 嗯 哈哈 回得不錯吧 欸 對,好嗎 我好像 我自己好像是有想要寫的事情才會 想要有這個 嗯 嗯 動作 對,所以如果真的覺得很空的話 就 可以繼續空一下 可以繼續空一下 我的話是這樣 我也是 嗯 好 什麼 喔 什麼時候在日本開Live 嗯 如果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說就是 如果發尊起來的話 希望還可以去日本巡演 對 希望 那就靠你了 靠大家了 嗯 那要順便分享一下 在東京的時候 在東京 表演的經驗 就是 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趣事 趣事 有趣的 故事這樣 其實我覺得 嗯 我的話 因為其實到那邊都會覺得 好像 語言不通什麼 但是我覺得其實他們都很可愛 就是他們會很 認真的去聽你想講的話 這樣子 然後覺得很酷的事情是 我們在日本把他們的提袋賣完了 耶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有做那個 周邊是飲料提袋 然後日本人就是他們很喜歡喝水搖杯 可是他們 好像沒有很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手搖提袋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 拿起來他們就會說 喔好酷喔 超強什麼 他就打算直接 直接到日本去賣這隊文医生 哈哈哈哈 很香 做一拚泳 直接拿去賣 真的很棒耶 你看他們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對很酷 對 然後還有 跳什麼 我們其實去日本 兩天表演 然後其他天都去玩 都在玩 玩了幾天啊 對 四五天 我玩了四天吧 然後加表演兩天這樣 對對對 哇 算是去日本玩 然後覺得他們很好 對 有幾個中文很好的日本人 他們特別學中文嗎 還是 本來就是學中文 對 本來就是喜歡聽 中文歌 對 然後他們也會 用中文跟我們對話 讓我覺得很酷 然後他講得很好 對 就是可以日常對話的程度 這樣 就覺得蠻酷 所以這題應該是 是其中一個中文很好的人文 因為我記得他的帳號 對 喔 嗯 每一個粉絲 哇都 都記住了 其實我有點煉獲 但你跟我打招呼 我都會盡量記起來 好 喔好 不要挑我語弊 對 那還有要回答嗎 好差不多了 因為其他有一些問題 在剛剛的 影片裡都有講到 影片裡都有講到 對 好 那我就最後有沒有想對樂迷說一些話 嗯 覺得 謝謝大家 對 謝謝大家 因為其實在 我們自己 其實就是成團說兩年 然後說久也不久 然後就覺得 每一次表演都可以看到 台下有人願意來看我們 或是願意 買票進來也好 或是 就支持我們的 我們都其實都很感動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也因為有這群人 然後我們才有一直繼續 下去的動力 對 就是 因為像之前會有人問說 嗯 可能在 畢業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選擇 那你到底有沒有選擇 要繼續走這條路 但我覺得就是 因為有 就是 這些聽我們 的歌的人 然後或者 可能因為這樣而感動的人 所以我們才 沒有那個 勇氣繼續下去 對 嗯 就這樣 那有沒有想給 正在走這條 這條路上的人 是一些 以後 大家一起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然後我覺得就是 嗯 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 你可能就是 不會大富大貴 對 也不是啦 然後 會很押韻 欸謝謝 然後或是可能在 逢年過節的時候 會被問你的職業到底是什麼 或是可能就是 可能長輩會擔心你 等等等等 但是我覺得就是 嗯 既然你已經想 決定好了 那就 就繼續做下去 對 就是發大財給他們看 發大財 那就最後就 謝謝貝克小姐了 耶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